为鼓励健康生活 卫生部和保健促进局 连同60多个社区合作伙伴 在今年摘介月期间 为本地1万多个低收入家庭 分发了包括更健康食品在内的礼包 数量比去年增加了大约1000个 一代代标有健康选择标志的食物排列整齐 等待着被领取 其中包括脂肪和糖含量较低的饮料 卫生部高级政务次长拉哈勇马赞 在乌兰参加活动时表示 应该鼓励人们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 除了食品 获赠礼包的家庭还收到一张标注 如何准备更健康食物的食谱 这项全岛分发活动 从3月1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开斋节